我先問感謝十八 其實我也想跟他們一樣在台上一起來唱 你沒有聽過我非常美妙的歌聲 非常非常大 連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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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t's great Because We're going to open God's word We've just read it We understand and know from the word That is living and active It's alive It speaks to us And God is here And God speaks to us And so our prayer God will use Christina and I To speak God's word But you'll hear us That you'll hear God speak into your lives Let's pray So we'll see To speak God's word Because we know that 圣经是魔的 神是借著这个圣经 和我们说话的 祝福祂圣名与我们届赞 我们听到的不是 伊特牧师和 吕斯纪的口话 而是神的话语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Father We come together This afternoon as your family We ar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And you've made us that way In Christ Jesus 我们是祢的儿女 祢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成为祢的儿女 神祢爱着我们 我们就聚集在这里 因着这爱我们一起来赞美 神祢这样爱着我们 祢就把祢的真理 就告诉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借着真理 能够活出来 活出祢的样式 能够在今生 真的是活出祢美好的样式 求祢能够度过圣灵 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这是一个你今天要告诉我们 这样美妙的一个真理 这样真理有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完全地理解 我们真是迫切地祷告 求祢能够用圣灵来 充满我们每个人 让就在我们这样敬拜 不一话的时候 祢来到我们的中间 让祢的旨意在我们的心里 就能够成全 让祢的旨意在这一个 教会这一个大家庭中成全 让祢的旨意在这一个城市 能够成全 让祢的旨意在这一个地级 这一个世界就能够成全 借着我们听到祢的话 也就去行 就能够成全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着耶稣基督的祢 我们会想念这么大声地讲 他们的祢的旨意在这一个 我们的经文被认为是最好的解释神 如何救赎神 我们的经文被认为是最好的解释神 如何救赎神 这是我们的几个经文中的一段 神对我们的救恩被比喻 和描绘成了我们生活的地点的一个戏剧性的改变 它描绝了两个非常锐利的一点 一个是曾经我们生活在罪里 而另一个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基督里 我们曾经按照世界 乃至是魔鬼的方式来生活 和讨我们自己喜好的生活 现在我们为神和祂的美好的做工而生活 这种在我们生命中的戏剧性的变化 是借着神的恩典而来的 更是借着信而来的 是借着信而来的 保罗在一个所书一到三章中 描绘了一幅特别美好的画面 接着我们会读到四五六章 就是开始讲怎样切实地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在前面的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中 讲的关于耶稣的非常奇妙的美好的事情 现在都可以把这些美好的事情 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二章四到十一节就讲到 因着信当神将耶稣从子里复活的时候 你们就在耶稣里 神让耶稣从子里复活将他升到高天 那么你和我也跟他一样在那里 跟他在一起 所以保罗在一章三到十四节 用一个非常长的一段赞美的方式来声明 我们的一切都在基督 万有不是他的 而我们今天要读到的二章一到十节 是对神的福音的最好的总结 也是最好的一段描绘了这种改变 也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巨大的变化 所以第一点我来看 你已经死了 是的 是死了 你们都明白死的意思吗 我有一天在亲眼卡戏瓦昌出会的时候 我真的是表演了一个死的这个动作 就像死的苍蝇一样在地上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想法 保罗非常想让我们了解 这是曾经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还是他们现在的状态 死亡 死亡就等于生命里没有什么 就是生命缺少因为认识神 并与神同在而带来的益处和保守 所以又能怎样呢 没有神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没有希望的 世界就是这样认为的 他相信我们人类是进化而来的 他们认为我们人是一个简单的随机的 是很多细胞随机的结合变化而发展而来的 所以我们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的 at best when we think in terms of life just being about evolution we're somewhere above the monkeys 所以我们价值 现在如果我们是听马来的话 我们只是一种某种高于 一点高于圆的这种动物的一种动物 我们是有没有猫子或者圆的这种动物的 it's always amazed me as a scientist that it was just random and mutations and things tend to go bad rather than better is there anybody here who's given birth to a monkey 我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我经常不能理解就是 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很随机的这种变化 会让我们越来越变得越好 而不是变得越坏 那么有没有人觉得会想说 谁会生出那个疯狂 我们不是说 我们只是要观察 我们是说 我们只能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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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不然 Simon要够线 可能几个月之后 就会很奇怪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非常可悲的是 因为与神分离 所以世界根本就不知道 他缺少的是什么 因为死亡的事情是不能够真正了解 和珍惜生命的 当我们真的是离开神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缺失的事是什么 保罗给了我们一些 关于死亡的这件事情的一些解释 你们死在过犯退恶之中 他给我们讲了三点 关于这个死亡的事情 他说 一点是随同今世的风俗 我们知道世界舒缓了很多美好 但是我们人对于战胜邪恶 还是非常有功能稳定 我们看到很多可怕的问题 关于贫穷 困难 复工和邪恶 但是要我们诚实地来面对这个事情 我们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些 今天早上我们有Freset来到我们的早堂 Kerry说 现在有30万亿的负责人 像我街上说 今天有3000万多的一个能力 真的是 现在有30万亿的方式 从英国解放独立到现在又增加了三千万的独立 所以虽然我们很心力但是没有神的话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 同时世界的潮流和趋势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使我们要随着它真的是随波逐游 第二个证据就是说顺服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贝命之子中运行的邪力 世界根据魔鬼幻世的一种环宜的概念而生活 魔鬼这样问神真的这样说了吗 所以现在世界上他们就依靠这种怀疑 而不是依靠神的这种思想而生活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神是被忽略的 被认为是没有价值 是羞耻的 甚至是被嘲笑和服侍 在这里妥协再替了神任何所有有意义的应许 所以当真理被忽略的时候就产生了道德的混乱和不确定 这时候就看起来这种不确定变成了正确的规范和原则 第三节证据我们看到说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等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生活 我们也努力尝试为自己找到生命的意义 但是因为我们在生命中远离神 和他的道 我们就像是行尸走肉一样 就是行尸走肉 这种死亡是一种与神合绝的生活 与所有生命的源头合绝 与永蒙生命的源头合绝 这种生命是不可能产生 这种死亡是不可能产生生命的 它是被注定的 是被土壮 所以说我们本是可怒之 当你在生活里远离神 并为你自己而活的时候 你还能期望活到什么呢 当我们自我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 无论我们过得如何好 我们已经侵占了神的地位 所以保罗在这边非常清晰地说 对于你们 这说明我们曾经都在 都是那样的 和别人一样 但为可怒之子 不是说我们只是住在罪人之中 我们也是按照罪人的方式而生活 我们都犯了罪 所以到此为止 保罗聊过了一副非常无望的状况 就是死者不能拯救自己面与死亡 但是我们来看第二点 祂使我们活过来 然而神既有公共的怜悯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当其他一切都没有主望的时候 神因着祂爱我们的大爱 多丰富的怜悯 才取得行动 这一切都是因为神 这就是祂的本性 充满着爱和恩典和慈悲 都充满满的充满这些 所以我们读到 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 祂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保罗用了很多次 与基督一同 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 一同坐在天上 这种死里复活的生命与基督一同 在基督里面 才能够长到 我们看到这是与基督的一种动态的关系 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中 解释得非常清楚 这一段是非常关于受死的 非常好的经文 这就是被人共和兔子的一种动作 还有一个第一个人 不过就能够长到任何人 对优优独立的几年 那你知道 那你认为 每一个人生命与基督一同真正的실存活 而估认我 他们被奉择在命中的生命与基督一般 都被奉择在生命与基督一般 保持因子的灵性与基督一般 我们让他们正在死灵性与基督一般 广率的病广 we too may live a new life for we have been united with him in a death like this we will certainly also be united with him in a resurrection like this for we know that our old self was crucified with him so that the body ruled by sin might be done away with that we should no longer be slaves to sin because anyone who has died has been set free from sin now if we died with christ we believe that we also live with him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露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露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露死 和他一同满葬 元帅叫我们一起一栋有新生的样式 向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互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时之下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徒 因为以死的人是脱离的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与他同活 所以保罗宣告我们是如何一同复活 一同和基督同坐在天上 就像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一切 像镜子的摆射一样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死去 买到并从死里复活 这些经历的一切 我们也都一样跟他经历了 所以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 他的被埋葬就如同我们 我们也如同一样被埋葬 他复活我们也要像他一样 复活有新的生命 所以保罗的一切中说 要将他极功夫的恩典 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 向我们所示的恩惠 显示给后来的世代 就这样我们再回了保罗在以后所书中开始时说的一章三节 愿颂赞会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于的福气 那么我们看第三点 这是神的礼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 这就是一个礼物 一份爱的礼物 一份恩慈和美好的礼物 一份极其丰富的礼物 是因着他那伟大的爱 因着恶着他的恩 我们被救了 像所有礼物一样 对于如果没有打开并接受并打开他 这个礼物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像保罗在一章十三节中说 你的基督天真理的道 就是叫您就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因着信 这样就说明这一段经文讲的是关于关系的 罪和罪行以及我们做的不对的事情是比出关系的 是损害关系的 而爱恩典以及美好的表达方式是非常在乎对关系有好性的 信心就是我们为自己接受和非常珍视这份关系 信心是信号信任去接受这份恩典和爱 并把自己交过给这份关系 接受这份恩典的礼物 使你和赐礼物的连接在一起 于是他的生命就赐给你新的生命和救恩 同样这份礼物也把神各样的属于的恩赐和新的生命赐予为你 在与基督这样的连接使你成为神的工作 是在基督里造成的 不是靠着你的好行为 而是靠着神美好的功 于是你曾经按照世界的方式而生活 听从世界长全球和自己的私欲 现在你可以按照他人的目标 现在你可以按照神给你的目的而生活 与神合活 与神一起成就那些只有他能成就的事情 你可以成为神计划 让你成为了美好的样式 也能够完成他为你设计的美好的目的 于是就能经为就这样强调说 然而神当我们死在破坏中的时候 便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借着神的爱和恩典 因着对神的信 我们现在活着 并和神连接在一起 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多美妙的生活 这是基督里多美妙的救恩 多美好的消息 多美好的礼物 奇妙的恩典 无比伟大的爱 我们曾经已经死了 现在却活着 让我们来祷告 神感谢祢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命 哪怕在我们还不了解 这样我们当时是死的的时候 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感激 一次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 那时我们并不了解 我们缺失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缺失 你给我们美好的礼物 你的爱 你的恩典 你的恩赐 我们那个时候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知道 怎样能够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真正的意义 我们感谢祢给我们每一个人 非常奇妙的使命和意义 只有我们感谢祢 只有通过认识祢 我们才能真正的活着 真正的找到生命的意义 我们悦恻 我们愿意 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祢而活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配得祢给我们的恩典 那使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祂 我们信靠祂 我们就同祂一起在罪里死吧 你是这样把你这样美好的礼物这样的救恩赐给了我们 这样无比无限的一个希望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有永生 我们就这样作为一个曾经已经死去的人 我们为出新的生命和生活献上我们对你的感恩 我们就要祷告和感谢 是顾着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